三支区民众室内的运动空间不足 多数的运动社团客会向三支区农会借用场地 不过需求多场地却只有一个 常常造成借用的冲突 为此在施议员郑宇恩的局处沟通协调争取下 三支简易运动教室终于落成启用 未来三支各社团可以前来集会活动 书解三支农会的场地出界压力 三支区许多的社团常常需要场地集会或是举办课程 不过室内的场地却是不足 物料书解场地使用的压力 是与袁宇恩向市府财政局、金发局、民政局 与市场处、体育处多方协调之下 才将原本的市场用地不用作为建议运动教室 并改善漏水以及照明不足的问题之后 终于举行了启用剪彩仪式 三、二、一、起前台 那其实当初也还有漏水 然后还有照明不足以及没有冷气的问题 那今天呢我们大概花了一笔钱 把我们的冷气然后还有漏水 然后还有一些运动用的镜子 都把它这个购置完成之后呢 今天开始就可以启用 然后让过去我们在农会四楼练瑜伽 或是圆集舞或是韵律舞的朋友呢 从今天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公所的空间来做一个运动 以往三支区民众社团上课集会都会跟三支区农会借用场地 不过也常常发生场地借用冲突 让社团活动的民众相当困扰 现在在公有市场四楼的空间范例简易运动教室 采用智慧无人管理门禁 让公所场地管理更有效率 公所的一个相关管理能力也非常有限 那所以为因应这样子一个趋势 我们也采用无人管理的一个门禁卡的方式 那如果说您要来借用的 你可以来公所登记 那我们会发给你一张那个磁卡 那你自己就可以来这边 来用智慧卡来关门开门跟关门 我相信我们地方的一些社团 都会来这边练舞啊 然后一些社团会来这边联络感情 是非常好的像活动 那我觉得里面空间广阔 然后运动设施的器材不够 那往后我会来争取这个 运动休闲器材的一个真摄 我想三支地区呢 也是非常缺乏我们室内 这样的运动的一个场所 那我们这个检疫的运动中心启用了 我们也希望我们很多三支的乡亲 如果有些排舞啊 或是有一些活动 可以来到这边来租借场地 那也可以避免在外面 这个训练要吹风淋雨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呼吁大家呢 多多利用这样一个微型的 这个运动这个空间 活化利用的检疫运动教室 除了环境变得更明亮舒适 考量到安全问题也加装了监视器 还有镜子冷气机等器材 硬体设备大提升 让民众场地借用可以更加舒适 而检疫的运动教室 是以每小时130人计费出界 供所与市医院们也期待好的场地 需要每一位使用者来维护 未来也将会继续争取设备设施的增添 借此鼓励民众独家利用培养良好运动风气 计较品和三军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兰